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半夜突然从睡梦里醒来 想动个身子 就发现自己怎么都动不了 虽然意识很清醒 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就像全身瘫痪了一样 有些人甚至还会产生幻觉 或者出现呼吸困难 这种恐怖的现象叫做梦眼 俗称鬼压床 你不要过来啊 以前的人们对梦眼 有很多明信的解释 比如叫她鬼压床 就是有的人认为身体不能动 就是因为有鬼怪压在了自己身上 中世纪的欧洲人还认为 这可能是女巫对自己施了无数 除此之外 有的人还称称 自己在梦眼时见到了外星人 认为当时可能是被外星人给绑架了 你们赶快给我起来 但其实这种现象只是睡眠瘫痪症 人的睡眠周期里 有一个阶段叫快速动眼期 在这个阶段 咱们的大脑非常的活跃 但身体却在充分休息 肌肉彻底放松 这时如果大脑意识不小心清醒了过来 那身体往往就会跟不上节奏 出现无法被控制的情况 而做梦通常也是在这个阶段 一些人这时可能不分意识还在梦里 于是就会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 别睡了 起来加个包 可能引起睡眠瘫痪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睡姿问题 药物作用 以及一些异传因素 另外科学家还发现 这种现象更多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 所以遇到鬼压床 也跟平时睡眠不足 生活压力太大有关 时云内的人 黄盛 感谢观看